大家站起來 美好時光我走過 留住幻想在心頭 台上社區媽媽賣力的才藝表演 台下各攤位展現社區營造特色 五幅社區發展協會推廣拓印 將樹葉拓印在帆布袋上 製成圍裙購物袋 所得捐出座工藝 這個樹葉是我們去山上 因為國家形成三面環山 一面有個湖 樹葉非常的多 形形怪狀的樹葉很多 我們就摘著這個樹葉 然後樹葉後面再塗上顏色 顏色塗好之後 倒印在這個布上面 材料上面 然後再上面一張紙 然後用布板慢慢地敲 把這個樹葉後面的精柔 印在這個布板布上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是一片一片的 不是畫出來的 我們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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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它用上去 非常的這個功夫非常的大 但是我們覺得學得很快樂 也很高興 而夢翔起飛協會 長期關心偽托行發展 設置了彩繪專區 讓孩子們畫出心中的偽托行 我在畫冰淇淋 櫻桃 雞腿還有土質 跟土質還沒畫 偽托行裡面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現在畫的是我想吃的雞腿 然後這幾年在同志委議員的協助下 讓偽托行讓更多人看見 他以前到過去 現在未來的發展 然後今天也很多 讓小朋友發揮創意 讓 由畫畫中 發揮創意說 看到委托行呈現的樣貌 然後 委托行現在也有一些小小導覽員的活動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來 委托行吃喝玩樂 金融市社稻點聯合成果 5號在要塞司令部展出 副市長林永發 立委蔡司令出席 見證各社區的成果 像是太白社區 紀錄碼頭工人過去的生活型態 延伸出獨特的社區產業 碼頭爆飯 爆飯館他們是做在地特色 然後所做出來的便當 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有特色 可以大家告訴大家 碼頭爆飯呢 其實是我們社區產業 本身碼頭爆飯館的館主阿虎 要照顧八十歲媽媽 那當時我們一群志工呢 就協助 覺得這樣的產業應該要推廣 一方面幫助阿虎 中年創業又可以幫他照顧媽媽 所以我希望 大家多多支持社區產業 不一定光青年回鄉 其實中寶年是個我們更需要要複製的 現場除了有美食 還有捐印DIY 將創作和紀念的圖案 立刻印製變成實體 相當有趣 來這邊參展是膠印 網板印刷 這網板印刷是水性的環保材質 它跟一般外面人 塑膠塑膠不一樣 它這是零污染的 而且易水即肉 衣服掉印了不會掉色 那這邊除了七個區公所的平台之外 我們還有二十二個社區營造的單位 一起來參展 那這二十二個攤位最主要就是 每個地區每個社區都有它的特色 然後做成不管是吃的 用的 看的 甚至於經由的 推拿的都有 那這也是發展特殊的社區資源 然後我們也希望這一些 大家可以共同來推廣 那很多的社區因為歷史發展 自然的因素 產生了社區的意識 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 可以讓社區意識更加的凝結 我剛才在支持中有特別提到 例如說像基隆市安樂區的五輪社區 因為那邊過去五輪溪的氾濫 所以讓那邊的居民 產生了水環境治理的意識 又或者是某一些社區 他們過去可能是北館的發源地 所以在那邊成立北館的團體等等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 就代表著我們基隆市 是一個充滿了活力 草根活力的一個城市 那是因為來 會繼續來努力這件事情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過去我也曾經擔任過 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 我可以理解到 社區發展協會對於社區 乃至於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除了有二十二個社區的攤位 二樓還有靜態展示 各社區關注的議題 多年來經營的點點滴滴 一一的呈現 這次的社造展 我們大概有二十二個社區 加七個公所一起來合力完成 那剛剛我們走了一圈以後 發現非常多的社區 今年有很好的一些共創的作品 像我們看到有三海關社區 它其實用模型的方式 把高樓大廈劫次臨比的方式 讓民眾更了解 在社區裡面的一個形態 跟一個社區交通互動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還看到 像那個六篤工業區那邊 有移工的問題 那他們大家也會在移工的問題上 多多探討 希望能夠凝聚社區的共識 我想透過社造的這個共同大家發想 由下而上的這些做法 來參與這個社會 增加公民權的一個互動跟意識 這是一個非常好做法 我們也希望基隆市的一個社造 能夠每年參與的人數跟社區 能夠越來越多 然後參加公共化的機制 能夠越來越高 社區營造本來就是一個永續的 尤其這個理念也是跟我們所謂的 永續城市的這個指標其實是一致 那最終它是透過社區自發性 在早期這個議題比較沒有去凸顯 但是這八年來透過文化部 然後文化局這種努力 然後市政府的重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成果 是跟八年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社區 他們自主性的大家等於說凝聚在一起 好 我們社區有什麼問題 那剛才在那邊的展出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用那個貼紙 把自己的問題就都貼在那邊 大家可以其實來廣義來看看 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共同如何解決 透過社造成果展展現地方特色 也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好